8月3日电视剧《大武当》在武当山子肖宫举行开金仪式 主演 吴岳 李浩瀚等主创现身发布会 据介绍《大武当》是一部以明星时期的武当山为主要故事背景 宣扬道法自然 阴阳和谐 担当道义 是武当文化底蕴的人文传奇剧 吴岳在剧中饰演一名武当山弟子 极玄妙的武当功夫和高深的道法理念与一身 而刚好吴岳主演的《新西游记》正在热播中 而孙悟空也是武当道法再修行者 那么这个角色和孙悟空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和区别呢 新版《西游记》的热映引发了很多观众的议论 吴岳称大家都称自己的这版孙悟空很萌 我看到了很多的评论 70%大家还是比较公正的 就是说有一些地方会有一些小的瑕疵 那我觉得至少大家对我现在扮演的这个猴还是觉得很可爱的 包括很萌 我也不知道这萌是什么意思 但是后来才知道就是可爱的厉害的就叫萌 后来我觉得至少没有朝我表演拍板端 没有朝我这个人拍板端 所以群众的眼光是雪亮 出演完孙悟空后吴岳透露 自己的身价也随着《西游记》的热播看涨 至于具体的片酬是多少 吴岳也和大家打起了马虎眼 当天原本应该出席开心仪式的女一号杨公如 没能出席现场引发了媒体的注意 采访期间五月联盟为杨公如未到场出席做出解释 因为跟我拍三栋的戏 三栋特别冷 而且这一段时间就是冷热突变的太厉害 所以公如本身身体就有点弱 然后他又闹肚子 然后又中暑又感冒 所以他今天病的还不太清 然后他去医院 现在好像在实验医院打点滴 刚才我给他打手机他也没接 所以我觉得我要说一下 就是每个人其实大家都为了这个戏也付出了很多辛苦 那其实大家看到了演员风光的一面 但没有想象到 确实也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心酸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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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